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奇GS4排在后面 在它前面是什么呢 哈佛H6 长安CS75 还有宋Plus 比亚迪 长安 奇瑞 甚至D豪我觉得都比广汽传奇做的好 香气均荣 在我说的这几个品牌里选一选 我觉得现在考虑优惠 58 1.6T是我的推荐 价格便宜 它优惠力度大 性价比比较高 剩下的车型优惠力度比较小 虽然也不错 但是咱老百姓挣钱不容易 看你当地的优惠力度 我觉得58是我的推荐 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到你 你好 胡老师 我想问一下19款三卡那手动风尚 用什么机油 530还是540的 怎么做完 手保感觉油耗高了很多 4S店给加的540的机油 是这样 大众的自吸发动机挺耐使的 它对燃油和机油并不是特别敏感 实际5W30和40都能用 但是我建议您看一下 你车辆的说明书 它推荐 我判断是5W40 5W30和40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低温流动性 看你在哪了 如果在南方地区 一定要有40的 你要是在我们北方 尤其东北比较冷 冬季用5W30的比较好 它的低温流动性比较好 但是你要是老车用30的机油 它比较稀 所以容易有噪音 容易烧机油 那么40的机油 是厂家的指导的东西 您换完机油 油耗偏高是正常的 应该行驶一段时间 它就会正常了 不必担心 胡老师你好 我想买辆家用车 现在很纠结买那款 车买了将来不想再换车了 省油省新好保养 实质13万的预算 目标有三款 基带伊兰特 14代轩逸 新宝来 你得分析一下 您说的这一种车 一个是韩系车 一个是日系车 还有一个德系车 实际这种问题 我经常回答 韩系车产品力低下 不推荐 新伊兰特上市以后 反响平平 不推荐 新宣意 CVT 捷特科的电速器 国产化以后 有点小毛病 宝来可以考虑 但是我的推荐是什么 1.2T的广汽雷灵 保质率 耐久性 油耗 做的都非常好 而且维修背件 要比卡罗拉便宜 希望我的回答 能帮到你 好 今天的老胡问答时间 就到这结束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 跟汽车相关的问题 想问老胡 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 胡喊汽车 点击并留下您的问题 老胡会在下一期节目中 为大家做一遇解答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吧